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米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沃尔兹的新闻 沃尔兹因在2018年的一段视频中 声称自己在战争中服役 而被指控盗用荣誉 哈里斯竞选团队表示这是口误 并澄清了沃尔兹的实际服役经历 接下来,一项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 领先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个好消息 哈里斯和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 正马不停蹄地在这些关键摇摆州进行竞选活动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最新动态 特朗普在面,对哈里斯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期的失误和与盟友的冲突使他的竞选陷入困境 而哈里斯的积极竞选已经改变了选举的基本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在2018年的一段视频中 米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表示 自己在战争中处理过突击武器 这引发了共和党人的强烈质疑 尤其是被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指责为窃取荣誉 沃尔兹在视频中说 我们可以确保这些战争中的武器只在战争中使用 哈里斯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劳伦·希特随后澄清 称沃尔兹在解释为何支持突击武器禁令时说错了话 沃尔兹在退役前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了24年 并在2003年随部队部署到意大利 以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努力 但并未进入战斗区 特朗普团队在沃尔兹加入民主党竞选阵营后 试图通过质疑其军女生涯来削弱其信誉 万斯在密西根州的竞选活动中指责沃尔兹撒谎 并称其为窃取荣誉的垃圾 特朗普在蒙大纳州的集会上 也简短提及了万斯对沃尔兹的攻击 并赞扬了蒙大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蒂姆·希西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根州 这三个关键摇摆州 领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这三个州的支持率为50% 而特朗普为46% 这项由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联合进行的调查 是在哈里斯宣布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为其竞选伙伴后的一个星期内进行的 哈里斯被认为比特朗普更聪明、更诚实 并且更适合领导国家 尽管哈里斯在处理经济和移民问题上仍落后于特朗普 但他在堕胎和民主问题上的优势显著 民调结果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在宾夕法尼亚州注册选民中上升了10个百分点 随着哈里斯和沃尔兹在摇摆州及即开展竞选活动 民主党人希望通过哈里斯的积极形象和未来导向的演讲 来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8月2日在纽约布里奇·汉普顿举行的晚宴上 塔纳德·特朗普与一些最富有的支持者共进晚餐 但他并未表现出调整竞选策略的迹象 特朗普在晚宴前的小型圆桌讨论中再次提及2020年选举的偷窃指控 并对卡玛拉·哈里斯的种族身份提出质疑 特朗普在晚宴上表示他对哈里斯的攻击是正确的 并在随后的发言中继续批评他 自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哈里斯以来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陷入了混乱 他在亚特兰大的集会上公开攻击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 并在私人场合对哈里斯进行了多次侮辱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仍然对其核心顾问表示信任 但其竞选活动的方向和策略却显得混乱 特朗普的行为和情绪波动使得他的竞选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 Yahoo US 报道最新的纽约时报 西耶纳学院民调显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参选彻底改变了今年的总统选举局势 在他参选后 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领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此前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这些州略微领先哈里斯和现任总统乔·拜登 哈里斯的参选恢复了以往一亿特朗普为对手的选举动态 他的支持率在这些关键州达到49% 而特朗普的支持率也略有上升至46% 尽管如此 哈里斯目前的势头使他看起来像一个通用民主党候选人 这在选举中是非常有利的 尽管未来仍有不确定性 但目前哈里斯显然正在赢得选民的青睐 Yahoo! US的另一篇文章介绍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 克里斯·拉西维塔的背景和策略 拉西维塔以其激烈的个人攻击策略文明 曾在2004年通过迅捷传老兵真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广告 成功击败了约翰·克里的总统竞选 如今拉西维塔正在对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米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发起类四的攻击 不过这些攻击目前并未像当年对克里的攻击那样奏效 拉西维塔不仅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 还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首席运营官 掌控着大量竞选资金 尽管这些策略可能看起来老套 但在政治中旧的策略有时仍然有效 BBC报道 埃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的家中收到炸弹威胁后 一名男子被捕并随后释放 警方在六周前接到慈善机构的电话称哈里斯的家中可能有炸弹 但在搜查后未发现任何装置 这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在周五被拘留 但随后被无罪释放 警方发言人表示将为检察长准备相关文件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但事已目前尚无进一步行动 当乔·拜登还是2024年总统候选人时 选民们对通货膨胀感到厌烦 拜登的民调成绩也很差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7月中旬领先拜登 金融市场开始预测共和党将在11月全面掌控白宫和国会 不到一个月后 拜登退出了竞选 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替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位置 尽管通货膨胀仍在逐步改善但仍然过高 然而哈里斯在民调中迅速超越了特朗普 博彩市场现在也认为哈里斯的胜算更大 选民们是否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对哈里斯网开一面还是另有原因 哈里斯的表现可能表明选民更个人化地对待拜登 而不是单纯基于经济状况的不满 哈里斯目前似乎享受着民主党最好的局面 一个没有拜登负面记录束缚的新总统候选人 如果哈里斯能摆脱拜登的通胀诅咒 这可能预示着民主党与选民之间的关键通知 Yahoo!US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沙漠钻石经济场 民主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哈里斯在周五晚上向原住民选民发出呼吁 他在超过15000人的集会上表示 我将永远尊重部落主权,尊重部落的自觉权,并为每个原住民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战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承认,他们需要原住民的选票,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州 因为拜登在2020年仅以3.3%的微弱优势赢得了该州 吉拉和印第安社区的州长斯蒂芬·罗·刘伊斯在集会上表示 哈里斯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的正确人选,并强调他对部落主权的支持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沃尔兹正在进行多州竞选活动,吸引了大量热情的支持者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联邦监狱的工作人员死亡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是否在死亡前接触了芬泰尼 马尔克·费舍尔是加利福尼亚州阿特沃特联邦监狱的邮件室主管 他在报告感觉不适后被送往当地医院,并于周五晚上被宣布死亡 调查人员正在检查他在监狱筛查邮件时是否接触了疑似芬泰尼的物质 费舍尔的死因尚不明确,也不清楚潜在的接触是否对他的死亡有贡献 尽管研究表明短暂接触芬泰尼不会导致过量 但他的死亡仍是联邦监狱局面临的众多危机之一 自2019年以来,该机构开始在一些联邦监狱复印囚犯的信件和其他邮件 以打击合成毒品的走私 2023年,一组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出立法要求监狱局局长制定策略 拦截通过邮件送到联邦监狱的芬泰尼和其他合成毒品 但该法案在众议院停滞不前 Yahoo US 报道,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Casina Adam X 餐厅老板阿德里亚纳·扎帕塔在星期四得知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将成为他的顾客之一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 米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格伦代尔的沙漠钻石竞技场 举行了一场热闹的集会后 来到餐厅点了外卖 这是哈里斯和沃尔兹首次在亚利桑那州同台亮相 并且是他们初次摇摆州巡回活动的一部分 扎帕塔表示 准备食物给如此有影响力的人物 让他难以言喻 虽然两人没有在餐厅停留太久 但扎帕塔与哈里斯进行了异议深远的对话 哈里斯和沃尔兹点了绿辣椒和红辣椒玉米饼 沃尔兹不喜欢太辣的食物 而哈里斯则开玩笑说连胡椒对他来说都很辣 扎帕塔的孩子和侄女们也有机会与哈里斯和沃尔兹交谈 他的侄女阿尔莱特·阿达梅得到了哈里斯关于大学课程的建议 餐厅里的顾客当时并不知道民主党候选人即将到来 但后来这次访问成了餐厅的热门话题 凤凰城的达维达西斯内罗斯希望能在餐厅见到哈里斯和沃尔兹 但猜错了地点等了四个多小时 他说新的哈里斯沃尔兹竞选组合让他对选举充满了活力 另一位顾客谢利哈伯德在格伦代尔的集会上见到了哈里斯和沃尔兹 认为这是对沃尔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很好介绍 扎帕塔考虑在菜单上增加一个以副总统为主题的菜品 他认为哈里斯和沃尔兹是非常认真和友好的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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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